第四十二是五十三案 暫緩約案 包括中央政府總預算 是 史無前例 當初賴清德 卓榮泰 柯建民 都同時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民進黨團也曾經提出 這樣的案子 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並不是史無前例 那不管有沒有史有沒有前例 事實上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剛剛好而已 如果你們連內容都沒有看 就臀部退回 這個叫做失職 叫做薪水小偷 不知道是誰是薪水小偷 眼睛業障重 警政署的宣傳預算 媒宣預算 從一千四百萬增到二點三億 衛福部從九億增加到十四點九億 勞動部從一點二八億增加到二點零八億 陳玉珍委員是做足了功課 但是在我聽起來還是叫做嘴炮 身為民意代表 就是在幫百姓監督政府 好好的使用我們人民的納稅血汗錢 明明這個是一百一十四年預算 一百一十四年都還沒有開始 恐嚇百姓說你的家薪沒有的 你的治水預算沒有的 詐騙百姓 民眾黨的委員也要仔細的想一下 那不是人肯都不怕 整肯都不怕 台灣民眾黨對事不對人 對的任何政黨我們都支持 你們是執政黨 不要用那種執政黨還抹黑在野黨 這種招數你們就在演戲吧 今天國民黨團提出兩件 一件就是兩年關係條例 這個提了無數次的 就是意圖讓內政部來限制這些 民意代表的這個人身自由 這個憲法保障的自由入出境 這個自由還要經過審查這個部分 那從四十幾案到五十二案 四十算到五十二吧 四十二到五十 五十二案 這個就是本黨團提出的這個理由 已經重複無數遍不再贅述 那第二關中央政府總預算 還有前瞻計畫這個特別預算 這個部分 這個 剛剛我聽到主義說 史無前例 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看 立法院公報 當初賴清德 卓榮泰 柯建民 都同時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民進黨團也曾經提出這樣的案子 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並不是史無前例 那不管有沒有史有沒有前例 事實上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剛剛好而已 這個我們要求是退回重邊 重邊 因為去年在隔壁內會議室 在草野協商審查預算的時候 針對原住民的禁法條例 針對廣道農民的工糧收購的這個價格 還有很重要的我們醫療 醫療機構 我們要求保障健保點值0.95以上 如果大家知道現在病 醫院有常常有病床 但是沒有沒有醫護人員可以協助 所以已經嚴重剝奪了人民接受醫療這個權利 那針對這些立法院最高民意機構通過的這些決議 我們在今年的總預算裡頭 完全沒有看到邊路 所以我不知道行政院是完全在藐視民意呢 或是根本不在乎原住民 不在乎農民 也不在乎我們廣大人民的這個醫療權利 所以我們提出說退回總預算 並不會影響到現在正在施行任何施政 只是希望行政院長我們的這個相關單位 把當初立法院做決議這些預算 重新編進去 如果民進黨如果我們的執政黨政府 真心在乎百姓的話 在我們退回總預算的同時 就趕快把去年我們通過的 不管是原住民農民醫療點值 健保點值相關的預算 趕快重新編進來 以國家人民為紀念 趕快重編 第二個不知道是誰是薪水小偷 眼睛業障重 沒有仔細看到 這個今年的預算裡頭 我隨便舉個例子 警政署的宣傳預算 媒宣預算 從一千四百萬增到了2.3億 衛福部從9億增加到14.9億增加了65% 勞動部從1.28億增加到2.08億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有人不知道說自己身為民意代表 就是在幫百姓監督政府 好好的使用我們人民的納稅血汗錢 不是一味的護航 今天民意的要求是如此 就應該趕快做 趕快把預算重編 把老百姓迫切需要這些預算 趕快編進來趕快重新送進來 不是在這邊像詐騙集團一樣 詐騙百姓說明明這個是114年預算 114年都還沒有開始恐嚇百姓說 你的家薪沒有的 你的製水預算沒有的 你的什麼兒童福利沒有了 今天是110年113年19月都還沒10月 113年9月 還有三個月 行政院動作快一點 下個禮拜重新編送進來 我們就趕快的審啊 用這個東西來恐嚇百姓 民進黨這是人民所痛恨的詐騙集團 詐騙百姓當作百姓不懂是嗎 所以就是國民黨團提出了 退回中央政府準備算 非常的有道理 謝謝 本來我是不講話的 結果議題到台灣民眾黨非得講話 我特別要奉獻民進黨 大會結議退回程序委員會 請問依法召開程序委員會 大家不是說法治嗎 那就大家來表決嘛 那為什麼不能談呢 所以我還是要奉勸民進黨 自己想一想 退回來以後 有沒有協商解釋 能不能讓他過 有沒有 沒有 你們就在演戲嘛 第二 沈柏洋的案子 你們認為今天這個程序委員會很重要 請問一下我們柏洋委員為什麼不來 你們就代表什麼 你們就先演戲嘛 推責任給在野黨嘛 這個萬萬不可啦 因為你們是執政黨 不要用那種執政黨還抹黑在野黨 這種招數千萬不要台灣人民看得很清楚 我要再度重申台灣民眾黨有自己的主體性 我要拜託 不要說什麼那些傻傻 belli 不要這樣講 台灣民眾黨對事不對人 對的任何政黨我們都支持 不對的我們當然要堅持 所以雖然反對黨 但是我們是理性務實 再度重申 台灣民眾黨是對事不對人 本席剛才有脫口說了史無前例 這確實是史無前例 從來沒有在程序委員會 退過總預算 過去一次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禮拜 之外 之前清明黨退過一次 但是那個都在院會 從來沒有說 連在程序委員會連排議程都不排進去 因為這個就我個人 我這樣認為是說我們程序委員會的人 我們也決定了 大家全員的人都沒有機會來審查 這個總預算 我是覺得這個確實是史無前例 那我也希望說 那當然我們還是照程序來 照程序來進行 但是我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總預算 你在程序委員會是擋掉 要等於對於全院的委員來講 對於這個 我們可以 其實我們可以讓他 程序委員會讓他排入議程 你們在院會裡面再去把他退回 這個東西是照程序來 但是在程序委員會就退回總預算 這確實是中華民國史上 立法院實際上首第一次 這個史無前例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處理 我們依照提案先後順序進行處理 處理順序 我們第一個 我們先處理林思敏委員的提案 就是這個將增列第42案到53案 暫緩列案 其餘均照議程草案 及增列報告事項通過 請問 贊成林思敏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這個我們現在贊成林思敏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我們反對林思敏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2PF全定受害 2PF全定受害 我們出席委員17人 贊成者9人 反對者7人 弃權者1人 我們贊成者多數 我們就照林思敏委員提案通過 那這個我們接下来 因為這個我們這通過的 就照這個其餘均照政策事項編列 所以我們王政敏委員的提案 我們就不予處理了 那這個所以我們報告事項修正通過 那我們質詢事項是對行政院長 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我們也通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御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